231 東方日報 法庭 仍間經女生在巢聲請人漢家監 2015年7月22日港文A10 本報信 因提出酷刑聲請而一直留港的印度男子 在11年時因涉及一中當街奸結葡萄牙婦人 早前在高院被重籌18年 她在零食前年闖入重慶大廈一賓館間內 強姦一名來港旅遊的北京女大學生 入前在高院承認一項強姦罪 法官昨日判刑指案情嚴重 亦充滿家營因素 故判她就本案監禁五年四個月 當中兩年刑期與前案同期執行 故被告兩案共需監禁二一年四個月 28歲被告Asus Muhammad Farhan 被控於13年6月1日 在重慶大廈A 座十三樓某房內 強姦當時22歲女事主Bix 法官判刑指 雖然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預謀犯案及使用武器或暴力 但被告當時作出割喉首勢威嚇Bix 且拍打褲袋暗示有武器在身 而賓管理應是安全地方 但被告的行為卻令該處變得不安全 加上被告法案是易沒帶安全套 以上種種均屬家營因素 法官又透露言於英國讀書的X 至今仍由有預規 入住賓館或酒店事會害怕事件重現 因此在被告前案的十八年刑期上 加監三年四個月 案件去7篇號 H.C.C.C. 464-2014